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业余网球赛事中赢得了冠军 据悉 孔卡将会接受为期一个月的网球训练 每周训练三堂课 每堂课三小时 而孔卡的网球天赋甚至得到了巴西职业教练梅尔克的胜赞 孔卡在这项运动中有着很高的天赋 他有着这一种赢家的风格 知道如何向对手打出一记不普通的球 当然已经35岁的孔卡要想转行 该打网球确实不是件现实的事情 网球显然是他保持状态的一种放松方法 眼下寻找一只职业足球俱乐部踢上球 才是阿根廷人最大的愿望 自从今年三月初被上海上岗解约以来 孔卡已经待业在家长打五个月的时间了 在这段时间他曾与美之联发甲甚至中国的球队传出绯闻 但都遗憾的没有下文 虽然孔卡依然渴望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 但是随着他无求可踢越酒药 想重新找到下家希望就越发渺茫 或许不久的将来 孔卡只能在塔利斯下频频爆发被喊新天体之王时 才会再度被中朝球迷所记起 然后唏嘘的怀念感叹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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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